有建议日前本辖泰迪西路发生超速违规A1交通事故 造成机车驾驶一人死亡 本分局即被对击平临所严谨 源于昨8日14至18室在盖路段执行车速照降情务 盖路段限速40公里 于14时40分许测得一红牌大型重型机车 严重超速40公里 遭南骑士质疑警方警示标志不明显 经告知相关权益 为过程远景与骑士口角自衍生争议 本案经初步检视远景执行测速过程 符合作业程序规定 为业员执行技巧及情绪控管欠允部分 本分局将予以行政处分 并加强远景执法技巧及态度教育训练 警方呼吁民众超速40公里以上 属危险驾驶行为 依道路将管理处罚 条例第40条规定 可处心台币12000元至36000元 并施予道安奖席外 同时调扣牌照6个月 为维护用路人及附近居民的安全 本分局能将不定时执行机动车速照向勤务 确保行车安全 确保行车安全